东海岸铁路计划征地的进度已经达到93% 目前只剩下西路线的7%还没完成 截至今年8月中全长665公里的东铁路线已经完成了一半 预计2027年未来就能够竣工 主导东铁建设的承包商中国港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轨道事业部总经理张文峰 最近接受我国媒体访问时说明 雪州的征地工作稍微延迟 他希望我国政府能获取各方支持顺利完成征地 否则可能会影响整体的施工进度 张文峰也指出 A段及B段大部分公共工程已经竣工 因此东铁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进度 他也表示 东铁建设期间将为当地居民创造18000个工作机会 同时培训超过5000名铁路建设级运营技术人员 本来的保持人员 不得了 本来的保持人员 我收到你的保持人员 您没有想通过 没有想通过 这些保持人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